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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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稍微看一下 右边这里我记得有什么东西啊 但我好像有点忘记了 总而言之 我们先到这个房子里面拿一个高级钓杆 这样我就可以去钓其他的东西了 我之前拿的破钓杆怎么钓都是鲤鱼王 这边讲话可以拿到一个太阳之石 先留着 这个我之后用得到 那么火箭中心那边的剧情我还没有办法去触发 所以先去挑战道馆 我们身上有邪恶系的应该是没问题了 先把这些的路都打开好了 哦 我还少一个步骤啊 每次我都忘记这个小开关 那先到某个房间把这里的路开通之后 我们才能够 好 这样就OK了 来吧 小风小男接招吧 我们这里要进入双打对战 首先对方派出来的是天然鸟还有青铜钟 这个我之前就已经演示过了嘛 直接试刀 哦 岩石爆破 这样子搞 好 直接瞄 这边的下一只太阳岩 我的纵甲暴龙的属性相当的不利哦 哇靠 居然直接地震 算了 我先把青铜钟给解决掉 然后再来一个格斗系的绝招打太阳岩 我们这边试刀居然没有把青铜钟给秒了 可惜 我估计对面是要吃回复药了吧 换一只书场 出来吧 我的带河马 先拿一发冲浪 冲浪的话连我自己都冲进去了 冲一下冲一下冲一下 Oh my god 我他妈这一冲直接把我的索德雅克冲了一半了 好好好 算了 反正赢了就好 拿到了心灵徽章 这个是第七枚了 我的妈呀 那我们这里赶快进度再赶快一点 先到下面PC补个写 紧接着我们走回右边 我们会看到一些火箭队的人 原版这边是水箭队得要进去吗 那么在这里他改成了火箭队 但这毕竟不是现实发生的事情 这个只是我们主角的记忆代码而已 其实我总感觉这几期啊 制作的太平顺了一点 这各位好像都快要忘记我们这个七黑魅影的主轴 是在干什么了 那不要只顾着看妹好吗 来吧 这些邪恶代码 一样我们速度调快一点 赶快把你们给秒过了吧 前面这里还有一位 紧接着是干部 他说又见面了呢 不过抱歉 这次不能让你通过这里哦 最好是 我们面对的是火箭队干部兰斯 对面派出来的是叉制服 又是这只小妹魔 神通力 紧接着对面再下一只是钢弹瓦斯 他的原本设计造型应该是双弹瓦斯吧 他小小一只漂浮在空中 好玄哦这个 我们这里两下带过 打倒他之后就直接浪入了 哎 刚刚不是很厉害吗 他说继续向前吧 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哼 口气很狂妄嘛 然后这边一上来又遇到了火箭队三人 哎呀 糟糕我按太快了 没来得及念他们的台词 算了 直接进去跟你们打吧 反正OAS就是武藏小赤狼 我是喵喵 然后好讨厌的感觉 什么什么的 对面的第一只果然翁 终于是派出来了 赤刀 直接砍死你 下一只喵喵 再来 哎 卧槽 这边再下一只阿伯怪 出来把我的天然鸟 这阿伯怪这什么阿拉伯美女啊 其实整体设计来说 并不算不好看 是属于那种看久了会觉得还不错的类型 挺耐看的 我们到大武藏他们后 好讨厌的感觉 然后就飞走了 哎 你们怎么还在这里 你们不是应该飞走了吗 这边稍微仔细看一下 他们火箭队的这个模组好了 挺不错的啊 这些 好了 来 这边过来呢 是火箭队的另外两位干部 先跟大武对话一下 火箭队 你们要探测装置做什么 阿波罗说 很难猜吗 告诉你也无妨 这里的探测仪器 虽然并非用来测量陨石 但是却具有我们设备所不具有的灵敏度 只要稍加改造就可以用来探测陨石碎片了 当四种不同性质的力量汇集时 便是宇宙病毒而生的精灵弹射之时 也是我们火箭队重新复兴之时啊 哇 好辉煌的理想 但你们根本不是真人啊 大武说你要来帮助我的吗 准备好战斗吧 我就随便拍个三只上场了 Let's go 你看看他们那个脸 每一个都是老尖巨滑的样子 跟我们大武一点正气凛然的面容相比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啊 他们说嗯 板木大人怎么会这样 真是令人吃惊 没想到那个孩子已经变得那么棘手了 不过似乎你们也有没想到的事呢 比如我跟雅典娜两个人 只是吸引注意力的诱饵 拉姆达应该把探测装置骗到手了吧 雅典娜 联系拉姆达 这里打了一通电话 你那边完成的如何啦 已经成功搞到手啦 告诉头额下令撤离吧 看来拉姆达那个存货 总算做了一件像样的事情呢 很好 我已经看到了 看到了那个精灵无上的力量 看到了板木大人的雄心实现的时刻 哇靠 我们火箭队一定会把所有的陨石都拿到手 你们就拭目以待吧 可恶 被摆了一道 不过还是很谢谢你 为了感谢你的帮忙 有东西要送你 来我家一趟吧 其实这边的剧情设计得有点跳动 因为本来在这边 我们应该是要打水箭队的说 这一次碰巧放在身上的怪啊 等级我没有练得很高 害我吃了好几场硬战 那么进来左上角的这个房间 大吴会把密传机08潜水交给我们 然后就不用再理他了 我先到上方去看一下好了 待会我们再回来 我先到上方的潜滩洞穴的附近去看一下好了 待会再向下走去触发海底洞窟剧情 我们这里先上来 主要是想看一下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变化了 哦 超级lucky 一来到潜滩洞穴就立马遇到一只成龙 哇 这成龙超漂亮的 这身材也太好了吧 从他的发型还有外形穿搭来说 这一只我觉得也是设计的相当好看的 来抓一只收藏 我现在人在潜滩洞穴里面 因为我想说要来这边遇个几只看一下 虽然说一些兵器的之前在东雪镇右边的附近 也是有抓到的 但那个时候我在那里就是没有遇到成龙 所以才想特地上来看一下 没想到这边一进来第一只就直接抓到了 好了 不过除此之外 应该是没有其他只比较特别的 然后这边就直接离开 我们这边直接飞空树飞回绿林市 紧接着向下冲浪 走走走走 这里呢 我们一旦看见可以潜水的地方 就直接潜下去 然后向下 向下走到底 有个山洞 进来之后浮上来 我们就来到水剑队的海底洞窟 这里倒是挺麻烦的 哎呀可恶 刚刚推错边了 哦 这边这个小兵终于是 没有千魅狐改成了必游狐姬了 这应该就是那一只的进化型了吧 虽然说之前我也有抓一只千魅狐 但是我怎么样都没办法把它弄进化 可能是需要进化石或者是亲密度的关系吧 而且也查证过了 这个是原创精灵 我觉得算是原创精灵里面设计的最好看的一只了吧 必游狐姬 它后面有好多条尾巴 又是一个九尾妖狐的概念 不快了就快了 这边再往前 这里小推一下 这个地方如果推错的话会很麻烦的 来到了海底洞窟最深处 捡到了TN26 我们下方直接下去找一下盖欧卡 然后水剑队的老大 水无童就会出现 他会在我们打倒他之后唤醒盖欧卡的 哎呦 这个老大居然也有必游狐姬啊 看来你我都是性情中人呢 打倒他之后呢 他说我有红色之欲 可以让盖欧卡唤醒 然后又飞走了 这边都是原版情节 我们待会出去 外面已经变成了 又是太阳 又是下雨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说这些反派都脑子进水了嘛 干嘛一定要搞得这个世界毁灭呢 然后这个时候大五也赶得过来 大意就是说 他要到琉璃岛那边 我们待会过去 那里有个觉醒神殿 我们可以去那里出发剧情 我们这里直接向上 走127号道路 左边过去的话 一看到可以潜水的地点再下去 我们这里呢 用潜水的方式进岛 至于洞口就在这 不过这边的海底生物 我倒是想要去 遇个几只看看 这个是珍珠背 他睡着了是不是 还有一只泥巴鱼 这应该是被改过了吧 本来应该是古空鸡鱼的 我们抓一只 这之后的剧情可能用得到 还有一个穿着也蛮漂亮的电灯怪 这个样子看起来好像等一下要上台表演一样 抓一只好了 看着也是挺Cue的 那么通常我们海底能抓的怪 其实比较少 所以说这就别在意了 上来 我们一上来看到了 固拉通和盖尔卡 两个人又在吵架又在打 你撞我 我撞你 哎呀不要再吵架了 快点住手 我就是你们未来的主人 好他们两个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 好算你狠 那么我稍微看了一下 我们今天这期就先到这里吧 下一期呢 我们把猎空座叫过来 把这一对爱吵架的小两口给驱离了之后呢 就可以赶快调整完第八道馆 然后在下一期可以去挑战四天网 结束一周末了 好了 那我们今天这期就先到这边 感谢各位 See you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